各位你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今天是2023年6月6日 亡種的節日 亡種的意思是 代表最適合播種有芒的 谷類農作物的時間 是農民播種 夏天最為繁忙的時機 氣候特點 開始進入梅雨時節 空氣潮濕 天氣滿熱 容易滋生蚊蟲 失業之氣到處蠻慢 濕性寵俗 異雙神氣 困腸胃使人感到食慾不振 精神困倦 生活的養生描發 順應周長夜短的季節特點 晚睡早起 間中暴露於陽光之下 更有助吸收陽氣 利於氣血混合 第三 保持愉快心情 使氣機酸長 中午最好是小睡一回 耳解疲勞 天液出汗多 衣服要勤於洗換 要汗出不見濕 大汗之後設計 立即用冷水洗草 不要大汗後露磅吹風 都不要迎風 或者露天睡禍 蚓蚓蚓在《紅樓夢》裡 描述得很多 現在我們講一講 細雪和《紅樓夢》裡的芒種節 曹雪芹隱藏的心意和復筆 看看你有沒有發現 我將連結在我的描述裡 大家有興趣 如果喜歡看原文的話 可以看看 這是《少讀紅樓》 寫於2020年6月5日 今天跟大家講一講 《紅樓夢》的芒種節 這個節日在《紅樓夢》裡 出現過一次 但這天發生了一些故事 而可以講是《紅樓夢》節日裡 最多的一天 發生最多的一天 所以是值得大家的細細品味和推敲 在這個之前 我們先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芒種節 它的起源和意義是什麼 這個節日又有什麼研究呢 芒種節是24節戲中的第9個節戲 夏季的第三個節是芒種 一詞最早是建於兩漢時期的周禮 原文有摘草所生 眾之芒種 則有摘草生長的地方可眾芒種 南朝的愚者崔玲恩在三禮二宗裡記載 五月芒種為節者 現時可以種有芒之谷 故知芒種為名 所以芒種的意思就是 芒種節是最適合收割和播種 有芒種的種菊作物的節戲 這個節戲呢 天氣慢慢熱 正是北方收脈和南方養稻之時 因此 芒種芒種是農家的言語 古人的詩詞裡 都有很多關於芒種的記載 好像宋代的陸友 曾經寫過 時宇及芒種四野皆擦殃 家家麥飯味處處寧歌搶 說的就是農人芒種之時 唐代的詩人 袁振都有說 芒種看今日 唐章應節生 這裡說到芒種節有三個明顯的自然變化 即是芒種有三後 一後 唐郎生 二後 彭齒明 三後 反攝無聲 即是這個時候正是螳螂撲渴的時間 白露鳥之頭名叫 反攝鳥停止名叫的時候 芒種時節還有一個習俗研究 比如主梅 安苗 送花神等等 而送花神的習俗 則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所獨創 其他的經典 文獻未見記載 說到主梅 我們多半都會想起三國演義裡的曹操和劉璧 青梅 煮酒論英雄的故事 終能想到送代慈人賀壽的一村煙草 滿城風水 梅子黃時雨 因為蒙種時節 因為蒙種時節 雨水沖沛 此時又正是梅子熟的時候 所以又叫做梅雨季節 因此又有春曾日下曾時之事 即是芒種時節 對農人來說 正是搶種搶收之事 因為一邊收割 一邊播種 一邊不要雨水 一邊正要雨水 當然 芒種這些 關於民間的忙碌場景 對於《紅樓夢》裡 生活在大觀園中的這些貴族 青年來說 顯得有點遙遠 他們關心的不是糧食和蔬菜 而是絲和軟荒 接下來我們重點就要講 《紅樓夢》芒種時節 發生了什麼事 原文第27回 開篇有這樣的一段 到次日乃是4月26日 原來這日未時 交芒種節 上古風俗 繁交芒種節的這日 正是切擺角色禮物 祭戰花神 而芒種一個 便是夏日 種花皆舍 花神退位 需要戰行 而言歸中 更興這件風俗 所以大觀園裡的人都早起了 那這段話呢 有幾點訊息 我們大家是斟酌一下 首先日期是4月26日 自然是農曆 未時 是甚麼時候呢 我們知道古代用天光地支計時 將一日分為十二時辰 一個時辰相當於今日的兩小時 我們按照紙醜仁某 神至五味 身幼縮下海十二時辰來算 未時在下午1點至3點之間 這個時節呢 就剛剛交芒種的準確時刻 芒種呢 節在民間來說 是與田地 谷物色色相關 想必同行劉夢裏面的劉佬佬 是最熟悉不過 但曹雪芹利用芒種 寫了大觀園的女兒們 賤花神這一宗風雅的事 可謂別開生面 十分有趣 按時令芒種時節已經到了夏日 春日的百花自然都已雕落 對於愛花色花的人 自然要好好地憑掉一番 尤其紅樓夢裏面的靈魂人物 林黛玉 我們知道黛玉的生日是二月十二日 這個日子正是花朝節 亦叫做花神節 即是百花盛開之時 都可以說是百花的日子 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 趕上芒種 又是賤花神之日 即是百花雕落 腐敗之時 從開到謝 同榮到夫 同生到死 滿到滿算 都不是白日 真是應驗那句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紅的股市 這些都是曹雪芹 安排眾人 芒種節 佔花神背後的心意 看此熱鬧非凡 花枝招展的芒種節 所謂送花神 其實背後 隱伏正是一個一個一個 漁夫 漁花般少女 雕謝的命運 這日發生很多事 一時都很難盡順 我們慢慢一件一件來講 先講寶差那部分 亡種節 這日發生了兩件和寶差有關的事 一件是寶差撲跌 一件是敵翠婷偷聽 這兩件事都是紅樓夢裡面的 明場景 而後世的影響來看 一件是讓寶差贏得很明星 一件令到他朝黑到現在 寶差撲跌是紅樓夢裡面 最美的畫面 和寶玉春菌 雙魂醉愛 寶琴 納蒜等情節 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節 寶差本來是叫 遲遲未來的待遇 但是在蕭商館的時候 抬頭就看到寶玉 進去蕭商館 寶差自知不要再去 就抽身回來 在回來的時候 就看到前面有一雙 玉色的蝴蝶 大如屯線 一下一下形 風飄遷 十分有趣 因此一向成熟圓圓圓的寶差 就立即發了少女心 從咒中取出善子 向草地下面一撲 但一撲蝴蝶 衝起 衝落 羅來 往往 穿花 渡柳 張玉 過河 去 這個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可以看到 寶差一路 捏手捏腳跟隨 一直到滴翠庭的時候 累了 香漢臨離 嬌喬細細 大家細品一下 一個美麗的歸宗少女 拿著一把扇子 年報輕慢 在百花叢中 追趕蝴蝶 抹脫是一個 撲蝶的美人 在眼前 有意思的 我們前面講到 2月12日 花朝節 又是要做撲蝶節 因為百花盛開 正是蝴蝶最多的時候 而曹雪芹 安排了寶差 在百花叼落 之時撲蝶 這樣一個 駕接妙筆 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關於寶差的撲蝶 短短的一段文字 有三個訊息 第一 曹雪芹通過寶差撲蝶 為大家展現了這個品甲端方 容貌豐美的貴族小姐 天生熱情的一面 即是 並非一味的 罕言寡語 蟲 如 守絕 而是好像代玉雙雲一樣 都有少女真實的一面 我們知道寶差至良胎 帶出一股熱毒 後來吃了冷香丸 就壓制了 曹雪芹這裡安排 其實別有心意 所謂熱毒 正是寶差少女天性 最真實的熱情的一面 而令冷香丸 即是她在父親世後 不得不羞氣 少女天性 幫著 打理 家族生意 衣貼 母親所表現出來的 成熟品種 冷靜理智的一面 曹雪芹在這裡先放開一筆 寫寶差少女天性的天真性情 而同時在後面 迪翠婷事件裏面 寶差的冷香呼應 寶差的一冷一熱 寫於一回之中 令到我們看到一個真實立體的寶姐姐 都是知獻齋所說的 她並非一美之書式禮 的女夫子恆子 不得不服曹雪芹 第二 寶差破碟用的是 團線還是折線 這個問題 寶寶夢問世以來 就存在爭議 從畫面的美感來說 團線 又叫做弓線 雜線 螺線 在沒有空調風扇的數代 可以說是 貴族女子夏日標誌 寶差作為未出界的龜女 而且是最遵守古代女子 規範的寶姐姐 日常 起居用節線的可能性是不大 曹雪芹 好友 負責名 而 視為素 不多 看過《紅樓夢》傳聞的人 他有一手泳寶差的撲蝶詩 原文是 追隨小蝶過場來 忽見蟲花毛掃開盡力 一頭還兩把 線執為卻 在倉台 這裡的 線執固然是指 執線 即是團線 原文寶差 撲蝶是從咒中取出 接線 就撲蝶 沒有說打開的胡術 如果是接線 就一定是從咒取出來 然後就打開去 唐人 詩人盜目有一首詩 秋席 前面兩句是 銀竹秋光冷華平 輕羅小線撲流營 這裡說的是工女用螺線撲打營火蟲 螺線即是團線 這裡和寶差撲接的前節 極為相似 不知是大詩人之間的心有離際 還是先後借隔呢 第三 寶差那雙玉色蝴蝶 象徵是兒玉 寶差撲蝶 我們往往將關注放在撲蝶這件事 而忽量那對玉色蝴蝶 再讀的時候 我們不禁一經 為何這個蝴蝶一定是一對 而且是玉色的呢 在曹雪勤筆下 紅狼夢可以說 沒有一字多餘 其實這一對玉色蝴蝶暗示 就是寶玉和代玉兩個玉兒 這個寶差在撲蝶之前 剛剛看到寶玉去代玉 緊接他就看到一對玉兒 玉色的蝴蝶 他又拿這個線去撲 這個情節 是不是意味著三個人的最終結局 即是寶玉之木石前盟被拆散 而玉最終結成金玉良緣 而寶最終變成金石良緣 這個情節和梁足化裂的傳說又好似 對呀 講講下之間 曹雪勤總是不忘伏筆 眾人的命運之筆 再講 敵翠婷事件 敵翠婷偷聽一節 緊隨撲蝶之民自然拓出 沒有一絲堅強 聖人言非禮物事 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非禮物動 緊守封建禮節 歸國女得的寶姐姐 曹雪勤為何會安排她偷聽一事呢 這件事都是寶差最黑的一件事 甚至不少人認為寶差是有誠苦有心機之人 因為她在事關個人安危的時候 便洗了一招金蟬脫殼之計 將獲物給毫不知情的林黛玉 我們先看《紅樓夢》還要批著 《智憲齋》怎樣說 寶差在外面聽到小熊和鍛兒談話 心中驚 知寶差 知寶差在這四個字評語 四字寫 寶差手生如此 後嫁禍待玉的時候 知批猶魂 歸中若女 畸變如此之變 如此之急 這個情節在知獻齋眼中 寶差是守身的 是畸變的 正如後問王熙鳳 評價寶差 不幹幾事不張口 一問搖頭三不知 對於客居賈府的寶差來說 賈府的是是非非與他無關 他不會將自己置身於任何是非旋窩之中 因此 當危險未臨 名接寶身的寶姐姐 本能地找個人遮掩 將自己偷聽的行為遮掩過去 其實我們切身處地 我們細想這件事 如果我們偷聽到別人的談話 被人忽然發現 會不會在情急之下為自己開脫呢 前面我們都說過 寶差撲碟是曹雪芹寫熱情的一面 而緊接出現的是迪翠婷事件 寶差忽然意識到自己自身險景 那個冷靜理智成熟沉穩的寶姐姐 立馬就出來了 這個寶差的性格裡熱和冷的兩面 冷代表理智冷靜 我們再講寶差偷聽的細節 她隔著槍子在外面聽 單憑說話的聲音 她就能判斷出是怡紅院的小熊 而我們前面都知道 寶玉根本就不認識小熊 這個就奇了 一個主子不認識自己房裡的丫鬟 一個外人對她的房裡的丫鬟 療如指掌 要知道這時的小熊 根本就未暫露頭角 只是怡紅院裡的一個粗細的丫鬟 這樣不得細的丫鬟 寶差都認得大家細品其中的心意 詞文有兩處 和這裏有呼應的 第一 就是二十一枚的寶差和責任 第一次正面對話 原文是說 寶差聽到心中暗喘著 倒別看錯 這個丫鬟 別看錯這個丫鬟 聽她說 倒有些見識 寶差在這個坑上 慢慢閒言套問她的年紀 家鄉 留意她的眼神 其言語和智量心可敬愛 這裏寶差初識摘人 曹雪茵 閒鐘閒言鐘套問 留神規策等持可見 寶差的心機 當然了 紅樓夢裡所說的心機 和今日人有心機 辭聖是不一樣 代玉初進賈府的時候 知憲齋刀評寫 《代玉自有之心機》 這裏形容一個絕頂聰明 為心靈性之意 知憲齋這裏對寶差的一段評語 都可以作為其滴翠亭偷聽行為的解釋 補慶代人節物 不疏不親不遠不近 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 形諸聲色 可喜之人亦未見禮物之情 形諸聲色 這段恰好可以解釋寶差的懶 第二處是芒種的前一天 即是4月25日 這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事 代玉去怡紅院敲門 情文不開 因此引起後門代玉葬花的情節 情文為何不開門呢 因為兩件小事情 一個是她和碧痕正炒嘴沒有好戲 一個是寶差到來了 令到她不能夠休息 原文是這樣說的 忽然寶差來那情文靜把戲 而在寶差身上 正在院內抱怨 有事沒事跑來坐著 叫我們三間半夜不得睡 一句 有事沒事跑來坐著 寫出寶差平日的行蹤 即是她經常去怡紅院 既然頻繁被探訪怡紅院 以寶差的聰明 想必要不得幾天 就知道怡紅院大小丫鬟 苗如指掌 因此她憑聲音 都聽得出小紅的聲音 可以知道她對怡紅院的丫鬟 有多熟 接著我們就說代玉 多兒的代玉 將整件事怪罪在寶玉頭上 當然她本身也是敏感的人 想的更加多 因為她敲門之前 兩個人發生了一個小矛盾 寶玉應該是因為亡情 說了西商記裡的語言 旁凸了代玉 正在道歉的關頭 突然間雜人叫走 兩個人的一段心結就此各子 後面的代玉敲門 情文不開 加上寶姐姐在裏面 代玉就不能夠多想 現在我們還原一下代玉的心情 一 兩個人本來都有心結來解 代玉呢 看到寶玉 去了之後都不回來 心中當然想多了 就來了解情況 第二 代玉敲門不開 心裏面就已經怪罩寶玉 其三 不開門就算 偏偏最敏感的寶姐姐 又在裏面 裏面 裏面 聊天 那代玉心中就棄了一層 其四 代玉是寄居賈婦的弱女 這個時候 不免她想起自己的身世 無依無靠 更加棄 第五 代玉認為寶玉不開門 可能因為前面兩人鬧矛盾 代玉要告訴你 舅舅舅舅母聽 補玉生氣了她 所以不理 因為這樣 代玉最終所能做的就是 一面上一面流淚 這個就是細緻的心理活動 最終逼出亡種節 代玉撞花這個紅樓夢 最淒美的一刻 因為心裡棄補玉 所以 翌日 補玉去找她的時候 她 完全不理補玉 這段情節很有趣 大家可以體驗 補玉很跳脾的笑臉來到 但男妹妹完全不理她 出門前安排了 紫娟各樣事情 剛剛到遠足 紫劍寶玉進來 這樣就笑了 好妹妹 你昨日可告我 不曾 令到我掛了一夜心 林妹妹就叫紫娟說 把門收拾好 把那扇沙 割一割 看那道大燕子來了尾 把簾放下 把獅子餘住 燒香 把爐蓋住 上面一邊講 一邊向外走 補玉看到這樣的情況 還以為是昨天中間發生的事 那一晚的事是一段公案 還繼續打工作一 林黛玉靜眼都不看 各自出了圓門 一隻爪別的姊妹去 補玉心中立門 自己猜想 看起來這個光景 不像昨天的事 但是只是昨天我回來 夜姐沒有見她 也沒有去衝盪其他 一面想一面就不停地追 大家可以細細品味一下 他們兩個的對話 像我們現在的小情人一樣 女生心中有氣 被男生主動認錯 但是男生也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有什麼錯 但是不停地道歉 反正男生就覺得 女生生氣 道歉就沒有錯 代玉不來 保玉 正是見保玉來 她就想 你囚犯終於來了 再不來 我們就分手 你死你活 橫說我跟你無關 但為作為一個女生 代玉的矜持和驕傲 又決定了 在心結未解之前 是不能輕易和好 這一刻 代玉壯花一大段 這一節 想必是紅粉家人們都熟了 甚至背了整個壯花人 所以就不說了 我們知道前八十回 代玉是兩次葬花 第一次葬花是第二次 第一次葬 寶代 共讀西雙一回 上一次是暗寫 只是為了引出這次的明寫 所以就不會很突然了 大家都知道 代玉壯花是一場 原理的行為藝術 這完全是以現代人眼光來貫斷 似乎代玉壯花有做秀的成分 但紅樓夢裏面壯花揭示了 大官員裏面群方的命運 都奠定了紅樓的悲劇基調 不能夠不說 至憲齋在二十七回一開 篇就說 葬花人是大官員朱艷文威元小隱 故用在佔花日朱艷華集之旗 佔花日不論是其典和不典之取其韻矣 這大概都是曹公曹雪強寫眾人亡總佔花神的心意 大家小小讀完文 這一回幾乎是紅樓夢裏面所有的女子都參與 代差奉甲虎三年 中丫鬟 十二個棄子 連考姐兒都抱過來 當然考姐兒當時都是一個小朋友 都說張愛玲有三大遺憾 一恨海棠無鄉 二恨恥語多詞 三恨紅樓未圓 張愛玲在她的紅殼著作《紅樓夢魘》的罪言辟謠說 她並沒有說前兩個 但是補上第三個 《紅樓夢魘》是一種遺憾 但讀到《代玉壯花》這一節 我們的遺憾是不能親自聽到 林代玉哭唱的壯花日 這首林代玉烏烏煙烏煙 哭著淫出的悲歌 寶玉聽了不覺黏倒的曲詞 在《代玉》的真實演繹之下 究竟有多人多感人 肺虎吹人類下 我們就沒有這個二幅畫 曹雪芹在這一節都包含了血淚原成 《代玉壯花》也不是代玉自探生世之作 亦都將保代愛情悲劇的歐哥 更是對所有紅樓 薄命女子的讚美和祭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前面講到《字梯》 後文曹雪芹還有兩次《耳花》寫人 和這次回的《葬花池搖相呼應》 一個是六十三回的《獸兒紅》 《貧荒開夜宴》 一個是七十八回的《癡公子》 《道贊芹芹味》 加上這一回的《埋香寵》 《非燕一殘紅》 大家有沒有發現有什麼共同之點? 有兩個共同之點 第一 這一三回在草公不下 都非要行不物 全是以花來暗寫人物的命運 好似千童一虎 萬宴同碑 百字呼應 不能粗粗獨過 第二 這三回的主角 看上去都是紅樓群芳 其實真正的主角是假寶玉 因為他在曹雪芹的設定之下 是《宋花人》的角色 講到這裡 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不能夠不講 這就是保育的生日 很奇怪 在《紅樓夢》裡的第一男主角 曹雪芹沒有明顯說過保育的生日 王熙鳳、林黛玉、薛寶差的生日都很明顯 唯獨保育的生日 現在只有個謎 根據原文的透露 目前都是認為4月26日 即是保育生日 《紅樓夢》畢竟是一個小說 曹雪芹開篇 都明言真是忍去 假語穿演 因此無法證明 曹雪芹 證明 保育生日一定是這一天 但如果我們 假定 保育生日這一天 這是有些助證的 譬如這一天是天讚花神 而保育陳志豐是幹動花主 即是將自己看成護花視者 而保育的種種在女子眼前的造小伏底 各種不情的表情 的確配得上護花視者的稱號 即是護花視者自然就迎花開送花走 中間小心翼翼地 護著每一朵花盛開 所以保育的生日放在4月26日 白花雕謝之時刻寶 因此代玉的葬花時 保育在在場 他生日的時候眾人抽花籤 他看到晴雲死後 他寫芙蓉花珠 在群芳張善之時 他親自祭子 關於保育生日 還有兩處助證 之後是端午 將近賈母帶人去清虛灌打齋 張道士曾跟賈母說 前日4月26日 我在這裡有遮天大王的聖誕 人都來了很少 東西都很乾淨 我想虎哥兒可以走不走 怎麼說不在家呢 為什麼官女做聖誕 張道士會專門請保育來 逛逛呢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保育是專門在 偉爭匪 度的 因此這個時候 是保育生日的隱匯寫法 另一處就是 保育和探春兩兄妹的一段地畫 探春呢 叫保育在外面買些小玩兒 並答應 他會 好像上次那樣 一雙鞋 做給他 比上次那雙做得更好 探春無門何故 為什麼要幫保育做鞋呢 其實都是保育生日的人 他會書寫 六十二回 保育生日的時候 有一段明確提到 生日送鞋的習慣 王子騰那邊 若是一套衣服 一雙鞋蜜 一白瘦土 一白束相 用銀絲掛 舌兒良減半一等 其餘家中人 由是乃是一雙物 可以見到 這個孩子只有生日才會送鞋 平時不會無緣無故送鞋的 忙總這日發生這麼多事 但是最忙的還是 賈寶玉 她一大早起來 就要去找林妹妹 但是林妹妹又不理她 後來沙妹妹探春 就和她聊天 這一段 表現輕美情的情節 看似曹雪勤寫 保育之時的節斷法 但是她向我們透露幾個訊息 一個是通過探春 為保育做鞋 隱匯的寫 保育的生日 也同時間 明寫探春和生母的 趙兒良的關係 輸出身份 對探春來說 是一輩子揮之不去的陰影 是她內心最敏感的一根圓 加上趙兒良 時不時都撈頭的愚蠢 令到探春配感 原生家庭的痛苦 通過探春 賺錢 讓保育去外面 帶那些小滿衣來 我們就看得出 精明至高的三姑娘 不僅有才 有抱負 亦懂得生活的情緒 有著獨特的審美千金小姐 這一段的情節 我們能夠看出 保育是個不通人情世故 在三妹妹面前 偏偏那個壺不開了 提那壺 非要通過鞋 趕道至要兒良 對這個探春的抱怨 惹得三姑娘 登侍沉了臉 世人據說 探春和生母 趙兒良 劃分界限 至於呢 說起母親 是陰媚 被賤的見識 顯得太無情 太難忘 我們常說 未經他人苦 莫勸他人善 趙兒良 數日 有多不堪 吸自尊好強的探春 找到不少的痛苦 有誰知道呢 從探春李家 趙兒良 大鬧兒紅苑等幾回 我們可以見到 趙兒良 有多不堪 一個大家族裏面 有個這樣的不三母 是不是來鬧 還不怕人家知道 探春是他生的 但沒想過 女兒探春是怎樣 一次一次 將這個雙巴 這樣揭出來 慢慢變得更加乾強 被傷的心 多了 慢慢地消耗了 所有的親情 一夥敏感的少女 都在一次一次 被受傷害之後 包裹著 越發嚴實 更加堅強 自親自疏 這個詞 用來形容探春和趙兒良的關係 再恰當得過 繼續說 寶玉 別了三妹妹 寶玉 繼續去找林妹妹 她不僅聽到 待玉的葬花詞 由此 都看到群芳流散之時 因此 不覺 凍倒在山坡之上 原文有一段 《關於保育的心理活動》 原文是這麼說的 《思想林代玉的花顏月末》 將來亦到無可沉覓之時 令不心碎長斷 既待玉 終歸 無可沉覓之時 推之於人 如寶差 香檸 雜人等 亦可到無可沉覓之時 寶差等終歸 無可沉覓之時 則自己又安在 且至身尚不知何逐何往 則思處 思遠 思花思柳 又不知當熟誰 誠以因此 一二二二三 反覆推求之去 真不知此時 此際 思惠 思何等 蠢蠢 廟無所知 圖 大造 出塵土 出塵網 使我解釋這段悲傷 這個是保育 由代玉 壯花所感 此時的保育 已經有大誤之兆 上一回的保育似妃 在寶差生日裏 聽到寶差念的一段寄生草 可見 差代兩人與保育的關係 並非全是世俗之情 他們先後下世造劫 兩人還是保育情悟的隱怒 後文七十回還有一句 這個雙呼形原文是這樣說的 如今仲夏天氣 須得了功夫 曾奈何 曾奈保育 因冷凍了 爐雙年 劍敏之 劍敏鳥由小妹 金細鳥由兒妹 氣病鳥留五兒 連連接接 限仇苦恨 一寵 不了一寵天 夢得情色弱癡 語言常亂 此現情種之疾 即是心中躁動不安 不能自控的一種病症 類似 類似於心跪 這與保育文曲 後 洞倒在山坡上相似 其實這些都是陶雪芹 通過群方流散 在保育下驚羽 驚奇癡環 令其早日對悟 易正因平日這個大關節之時的警聖 甚至後 文 保育 韜妻 氣皮 懸崖散手之時 萬筆 都不突然 葬花之後 就是 保育 保代一大段的冰色分子 兩人之間 好了 鬧好了 靜艷雀 不如之勒 求全之位 這八個字 也就是天下所有的情人 的寫實 寫照 保育 保育和代育 這一段文字 好看極 藏原花的代育 身後跟著 趕上來 要弄個明白的保育 保育 讓它站在那裡 只是說了一句 就 抖開手 代育 就站著 代 保育 就說 兩句你都聽不聽 每次讀到這裏 都覺得好笑 保育是控 林妹妹 手段多 曹雪芹寫得太真 其實現在的情侶不是這樣 女生總是口是心非 男生總是得寸進直 其實只是說上去 結果 拜都是重修舊好 同聲依舊 正所謂愛靈自焚 陷入愛河的南輝 往往會變得異常敏感 一件本不起眼的小事 如果沒有及時解決 有它後來就會造成好心的誤解 代育敲門 情文不開 代育便懷疑 保育身上 而保育是不知道 這件如果不是保育聲淚區下 表明心跡 迫著代育說出來 可能保育到死都不知道 一切因情文一句 不開門而引發 就好像他們說 死了都不能超生 這裏就是再次有曹雪芹的伏筆 為後民的保育 不像雜人情節伏筆 代育和保育和解之後 兩個人就去了黃夫人裏面 在黃夫人這裏 和林妹妹和好的保育 心情大好 於是有一段配藥的奇論 曹雪芹在芒種節 賤花仇之日 為何突然寫 臨代育食藥的事 大家就會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伏筆 就是證明太醫換來換去正在暗示 臨代育的病情 臨代育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其實它的病多半是心理病 而不是心理病 大家細想一下天皇保心丹這個藥名 再結合上面的 張道史講的4月26日 是遮天大和聖誕 鴛鴛抗昏時 曾將保育說成保天皇 黃夫人都說保育是混世魔王 這個天皇顯然是指保育保心 不易講解自然保育的心 再講 為何曹公安排黃夫人訪問臨代育之病 我們下一回再講 各位你好 我是新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今天第三部份 《細雪紅樓夢》裏面的《亡總節》 上回就講到 為何曹雪芹會安排 黃夫人問一問臨代育的病 難道僅僅是舅母對外山的關心 這就不能不講賈府裏面 金玉良緣和木石前緣的角族 靈眼人都看得出 賈母王熙鳳是佔木石前緣的 而黃夫人呢 涉兒媽是佔金玉良緣的 就在黃夫人向問臨代育的病那天 元春在宮裏面上下端午的節禮 保育和保差一樣 代育和三春一樣 這個其實已經很明顯的信號 即是元春有為保育和保差指婚之意 元春只是見過差 保育和差 是保差兩人 兩個妹妹一次 那怎樣將藥帝集婚呢 自然是逢二六可以入宮請馬安的 就問黃夫人 給女兒一些的意見 即是往王總這天 黃夫人是問代育吃了藥的情況 不過是一種長輩對晚輩的關心 而這個心理帶著合套 這個時附近的黃夫人 已經放棄林代育 這個假母最終的孫悉婦 我們繼續講保育的行蹤 在黃夫人裏面玩了一輪 但保育和代育都去了假母家 而曹雪芹總是坐在保育和代育之間插一件小事 而這個不是行筆 前面講到保育是找代育的路上面插入探春和保育輕妹的行壇一節 這裏又在《保育最後》 Shadow 又刊中 Après這個期間釋入 逛之要保育代育的幾個字一節 補育無法寫些 要無法寫條施 黃晰奉另樣寫補育尺的riters 綠色一白黑黑金紅圈四個 關於這裏無名禮丹的去向 有兩講說法 一個是講宋盡宮女給元春 因後面有奉者奪金之謀 元春在宮裏上跌日子並不好過 時不時就需要良家支援 一種說法就是後文 賈母清虛罐打齋 準備送到清虛罐 張道仁都曾經發人來問奉者 要鵝黃斷子 這裏我們繼續看保育去了 之後在賈母那裏 寶玉 是寶差和臨墮玉 還有一段細細的行為 細品之下可以說滿滿是躁義 這一切其實都是元春端午 賜禮復筆 除了在家裏 這一日寶玉還出了一趟門 去了馮子英家赴宴 這個正是這場男人之間的聚會 卻通過保育之後 以口令的形式寫到女兒的悲愁 喜樂樂 原文雖然是從27回到28回 但故事卻仍然發生在同一日 即是芒種節 賤花神的時候 曹雪勤通過保育的口 寫女兒的悲愁 喜樂 還有紅豆曲一首 更助證了假保育送花人的角色 這場宴會有三大信息 一通過清流女子 雲兒再寫一 保育 保育 母差 和 待育 三人的關係 去唱那首 兩個冤家都難吊下 想著你來又記掛著他 即是對金玉良緣和木石前門之爭的忍寫 因為這是芒種節 太不一般 金玉良緣和木石前門都是浮出水面 第二 通過保育再寫紅樓群芳之悲愁 喜樂 交代身份 其三通過保育和張玉咸 揮換漢根紙 為雜人結局復北 我們知道雜人最終是嫁給張玉咸 兩個人 還曾經供奉義保夫婦 誰知道草在這裏 曹雪芹已經有復北 這格最終以保育大罪而寫上句號 我們看到保育這一日天干 這一日做了什麼 一大早去找林妹妹 林妹妹不理 於是去沙妹 行聊一番 然後又去找林妹妹 聽到這個撞花日 之後保育和代玉和好 皇夫人那裏 保育要撒保論其約 又都是為了林妹妹 去找林妹妹的半路 又見到鳳姐要寫字 順便把小熊送過去 賈武處的寶差 袋 三人一片閒話 又是一片寶袋 小的小爭執 去了鳳姐櫻那裏 赴燕 飲花飲酒 忙忙總結 保育是很忙 且忙前忙後 但都是為了林妹妹 說到小熊送出去 後來我們有必要一下 小熊跳槽的細節 小熊是甲虎 管家林之孝夫婦的女兒 原本可以拼爹 但是她沒有 她要靠自己 小熊生的超麗乾淨 口齒淋漓 但是怡紅丸 這裏是很難站不住 她卻遲遲沒有出人之頭 很不容易等到一個近紳士 保育倒茶的機會 但很快又被秋文迫行等壓下來 但是小熊是一個有心的人 並沒有放棄 敵翠婷事件 寫小熊讓 多兒送客 寫得 是小熊和賈雲情事 可以見她的勇氣 次後寫奉者在院 處招手 一眾丫鬟 唯獨小熊看到 並棄了眾人 跑到鳳姐前面 笑著問鳳姐有什麼事 正是這次為鳳姐 跑取傳華的機會 令到小熊得到鳳姐的賞識 從此 飛上枝頭 很快鳳姐就把小熊跳到自己身邊 現在很多人都對小熊的那段奶奶 輪魂頭轉向 盡這個里緣都糊塗 而小熊卻能口齒伶俐 邏輯清晰地傳達 離四五幻子的話 可以見其魂力 小熊跳躁的故事放在莽種節 寓意其時機成熟 張喜之兆 小熊的故事 寫於此處 都是後聞玉神廟情節的復刻 遺憾的我們無法看到真本 但是小熊的有情有義 善於抓住機會的勇敢和機靈 卻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總體來說 這個芒種節 曹雪芹 眾人箭花實 其實正是後聞 群方流散伏筆 正是落宗伏筆 最終伏善 前面已講到 保育生日 秋花千旅 我們看到眾人 命運 後來 寶差 代玉 等人 都是花神 緊接著製保育的 扶庸 女兒 更是對龍熊流 女兒的集體調裂 作為送花人的保育 自然是這個節日最忙的 這個 汪種節 群方送花 寶差 撲蝶 代玉 撞花 小熊 跳蟲 新探春 炎舞 寶玉 雪藥 元春 赤禮 迪 翠庭 事件等 通通寫於一日 曹雪芹 空中 休閣 實非常令人 所及 而這日發生的 朱多事 在後門幾乎都 抓到呼應 可以講整部 紅毛夢裏面的 最重要一日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